再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把底下的這個BMI 幫我判斷結果 到底它是這六個等級裡面哪一個的話 當然我這邊也有寫好的 所以如果可以自己寫一下 如果要參考的話 其實雲端百版上面 第17頁這邊有一幅有沒有 一幅BMI小於18.5的話 那就是過輕 然後BMI如果標準的話 應該是18.5到24是標準 然後LIF的話 那就是24到27是過重 然後再來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最後的話我就不判斷 因為中度肥胖的話就L4 OK 所以就這個邏輯 那我就直接把它Ctrl-C好了 OK 因為這個都前面寫的差不多 那我是建議如果可以 你自己把它寫出來是最好的 OK 我把它先直接貼上 好 那一樣的道理就多一個 先把BMI計算完之後 再告訴我它的頻率 OK 所以輸入180 剛剛80 然後取到小數點 第二位 並且告訴我頻率好了 OK 如果它180 它如果80公斤的話 它就過重 OK 那如果假設它180 那如果75公斤呢 會不會好一點 Enter 它就標準了 OK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看一下你自己的身高 你自己的體重 如果你現在的體重 那到底要減多少才算是合乎標準 OK 好 那這個是利用那個Python 寫一個簡單的那個計算BMI的程式 並且把頻率給產生出來 那當然啦 因為像這樣的程式 如果你請那個TRAGPT幫你寫的話 其實也算是 對它來說是簡單到不行 因為像這種東西其實算是還蠻普遍的 所以底下其實我也有請那個TRAGPT幫我寫過 不過後來我發現 寫出來的結果幾乎差不多耶 OK 沒有差太多啦 OK 所以我想這種東西其實在網路上 其實很多 應該有蠻多類似的範本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再試一下 比如轉成VBA看看 如果你想要多學一個語言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 好 那其他的話 我想第二個單元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其他如果有些地方沒講到 我想你們再自己試試看 那那個FORMATE這個蠻重要 格式的話 將來還會遇到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三個單元 就來看有關回圈的 OK 因為前面的判斷都是一個 如果你今天是一堆的話 OK 數量非常龐大的話 那你一定要學會一個所謂的 迴圈敘述 那其實迴圈敘述白話意思是 它可以幫你重複做啦 OK 做到 做到結束為止 OK 那其實迴圈它的表示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 它是有範圍性的 比如說從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數字結束 有頭有尾 另外一個是 反正一直做 做到結束為止 就是兩種的迴圈敘述 OK 所以 兩種我待會都會講 你發現 掌握大概就這兩種迴圈 那 第一種迴圈就叫FOR迴圈 FOR迴圈是有一個範圍性的 哪一個 開始 哪一個結束 所以以後如果你是有一個範圍的 哪個開始哪個結束的話 那請你用FOR迴圈 那如果假如你不知道開始也不知道結束 反正就是某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比如說你猜遊戲好了 猜數字好了 它猜對了就跳離的話 那一定是某個條件發生 就是你它猜對的條件 OK 發生了 那再離開回圈的話 那這個叫FOR迴圈 OK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會來看第三個單元 所以待會請各位來幫我打開那個 第三個單元 就是要回圈資料結構 後面有個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 我們剛好那個QAGB剛剛也有寫了一個 叫DEF的那個叫函數 好 那首先的話呢 如果今天呢 希望寫一個 一支程式 它的作用就是 請你幫我加總1到99 並且幫我把結果輸出的話 請問該如何寫 OK 當然啦 你直覺如果想到 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寫到 學到回圈 所以你可能會想到什麼呢 1到99 那你會不會想說 A等於1 B等於2 C等於3 然後再把 再把ABCD 哇 數是不夠耶 Z到26沒有了 怎麼辦 沒辦法你在什麼 在AA 沒有啦 當然顯然不是這樣的意思 OK 那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你就需要有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叫Range Range 這個Range的話呢 這個函數 它其實就是幫你產生什麼 產生你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 其實有點像Excel裡面有沒有 你就是E 然後按Ctrl鍵往下拉 有沒有它就自動加1 234到99 其實這個Range 其實作用跟那個還蠻像的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跟他講說 Range 請你幫我產生 哪一個開始 1開始 然後呢 到哪一個結束的話 斗點 後面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 我到 幫我產生到99 可是99 你不是輸入99 你要輸入100 100的話是100停下來的地方 OK 所以喔 這個 4回圈將來會跟這個Range 函數做搭配 可以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樣輸入1 倒點100的話 那意思是他幫你產生什麼 1到99的一個數字喔 就有點像Excel 你就輸入11嘛 往下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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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到99的意思 的一個表格啦 Range其實就是一個清單啦 OK喔 所以你把它Print一下 所以我要Print一下 所以Print這個Range的結果看看 Enter 然後把它執行看看 那你 他好像沒有辦法 他還是跑出這個Range 所以他沒有 他理論上他裡面的值就是 1 斗點 2 斗點 3 斗點 4啦 OK好 那如果說假設呢 我希望喔 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結果 1到99 幫我把它怎麼樣 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一個Fore回圈 Fore回圈的話 就for i 空一個in range 的敘述喔 那這個敘述意思說 你就不斷的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Range裡面的數字 提出來 放在i裡面 他按照順序放著 先抓id 先抓e嘛 然後呢 放到i 所以i裡面的值 就會是1 然後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2 一直到99 OK 記得喔 Fore回圈這邊加一個冒號 然後Enter一下 Enter之後你會發現 他底下會縮排 那請問一下 你要做什麼 我要把它累加起來 所以累加的話 特別注意喔 所以累加 那我們 需要有一個變數 把這個累加的值 放到這個 這個裡面去 所以在Fore回圈上面這邊 再加一個變數 Ans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累加的值 通放在這個變數 叫Ans裡面好了 所以呢 我底下的話 我要讓他累加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把這個 讓他累加 Ans 等於什麼呢 Ans自己本身 再加上i就可以了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去數 是說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喔 所以喔 這個會變出什麼樣的結果 就是當這個Fore回圈嘛 他先把range裡面的e先提出來 放在i裡面 所以i裡面是1嘛 那Ans裡面預設是0 所以0加上1 重回去變1對不對 OK 所以Ans如果等於1的時候 那再來他會彈回去 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話呢 其實這邊應該也可能叫nes吧 只是他這邊nes拿掉 nes指的是說 那我下一個值 下一個值是2嘛 所以把2拿過來 i就變2了 所以這個時候 i就變2 那ns裡面1嘛 所以1加上2 那變3對不對 那把原來的1給蓋掉了 所以現在存3 那3之後的話呢 再回去 那如果當i等於3的時候 那3再加3有沒有 那ns等於6嘛 再把它蓋掉變6了 然後又回存 然後變4 6再加4有沒有 那再把它蓋過 這個就不見了 就變10了 意思類推 所以ns的話呢 就會是最後的加總結果 所以呢 最後呢 我們只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加總結果 print出來就可以了 好 記得喔 但是print的時候 記得喔 你的print不是寫在 他的下一行喔 而必須是什麼 寫在哪裡呢 寫在 他的前一個階喔 所以你這邊 print的前面 不能有空白 把它back base 移到最前面 那你說老師這有什麼差別 你們試試看就知道了 如果假設喔 我沒有把那個前面的空白拿掉的話 你執行會變怎麼樣 你會發現 哇 老師他為什麼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就是說呢 如果你假設放在這個 這個說牌如果沒拿掉的話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在這個4回圈跟著一起跑的意思 所以他沒做一次 他就執行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他跑一次 他就輸出1 有沒有第一次是1嘛 那第二次ns等於3 第三次等於6 一直加在那邊 所以這邊應該會輸出99啦 可以到這邊就是99 可是如果假設喔 你希望輸出就是最後的結果的話 那很簡單 就是呢 直接把前面這個縮牌拿掉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你自己把它累加完之後 再一次告訴我答案就好了 OK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4950 那當然同樣的 你也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總結… 加總… 有沒有 然後呢 加總冒號好了 OK 然後… 當然前面我們是 用一個加號對不對 不過呢 各位有沒有印象 在那個… 剛剛那個Charlie VT出現的 他不是用加號 他是用豆點 其實用豆點有什麼優點 就是喔 不用轉型 OK 所以喔 又學了一招 如果你懶得轉型的話 因為之前我們用加號 你必須要加str 把數字 轉成文字 再串接 可是如果你是豆點的話呢 就不用 OK 所以我們剛才用豆點好了 好像豆點比較… 比較簡單 有沒有 加總… 冒號 然後後面把結果輸出啦 不過喔 豆點有個缺點 就是他中間會多一個空白 如果串接就不會有空白 差別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 如果呢 你要累加 所以喔 累加的話 不是叫你… 像最早練習的 A等於1嗎? B等於2 C等於3 那不得了 你要增加99個變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喔 你只需要一個變數 就是I 那這個I的任務 就是把Range裡面的數字 提存到I裡面去 然後呢 在底下做完計算 他就換下一個的意思 所以以後喔 你可能需要 跑幾次的話 那其實喔 主要就用Range 跟他講 他就會幫你把這個 跑的次數 來通通跑完 然後把你需要做的計算 計算完 那最後一次就把加總結果給輸出了 這樣就OK了 我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那回圈裡面喔 副迴圈我覺得比壞迴圈重要 用的機會也比較多啦 所以這個 這個簡單的範例喔 我建議自己敲一下 因為沒幾個字啊 OK 加總1到99 那順便給各位一個變化題好了 這個變化題喔 就是請大家試試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題目改成 1到99一個是輸出奇數的結果 另外一個是偶數的結果 另外一個是偶數的結果 奇數跟偶數分別輸出喔 奇數跟偶數分別輸出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分別輸出奇數跟偶數 偶數 其實喔 其實喔 在這邊呢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搞定了 就是在這邊底下有沒有 加一個if if什麼呢 if i的詞喔 它是奇數 就跑奇數的加重 如果是偶數 就跑偶數的加重 然後把偶數跟奇數分別加完的變數結果 再分別print的出去 答案就有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偶的意思吧 所以這樣的一個寫法 其實在很多城市都會經常出現 而且不是只有Python 反正任何城市其實寫IG都差不多 反正有個回圈裡面寫邏輯判斷 因為你一定是一個 很大量資料進來之後 然後你就邏輯判斷之後 該放什麼地方 就放什麼地方 所以寫IG差不多 各位想想看喔 這個有個變化題 就請你們思考一下 奇偶數的分別加重 所以輸出的話 奇數加重 偶數加重 然後後面就是把最後的加重結果 幫我print了出來 該怎麼做 沒有多的 其實就加一個邏輯判斷 想想看好了 如果你可以寫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越來越進入狀況 試一下喔